铁矿石的价格为什么打下去之后又开始反弹 另外墨尔本赌场黄冠集团是不是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我们GoMarkets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是Mike 我们都知道呢 从去年疫情开始之后呢 这个国际铁矿石的价格就是连续上涨 那对于澳洲来说 当然铁矿石出口价格翻番 那肯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买家中国来说的话 作为钢材的基础原材料 如果铁矿石价格上升了两倍 也就意味着钢材出口 或者说是出厂价也会大幅提高 那我们知道呢 刚才是广泛用于建筑施工 以及汽车制造等等多个领域 因此刚才价格不断上涨 也直接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 面临着巨大压力 所以呢在上个星期 我们知道中国的发改委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 要求针对于铁矿石价格和一些基础原材料 价格过高的现象 予以想办法处理 那么包括像开源节流等等呢 包括增加是国内的铁矿石产量 各种方式 那么在上个星期 铁矿石价格也从高峰时期的 230美元最低下跌超过了13% 但是这个下跌并没有持续太久 从本周一开始 铁矿石价格再一次爬升至了200美元以上 那也就是说呢 从疫情到现在 虽然经过了这个多重的打压 但是铁矿石价格目前始终就是压不下去 那为什么中国已经想出了各种的办法 国际铁矿石价格依然没有办法打下去呢 其实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就是我们知道呢 由于现在巴西的产量不足 加上呢 非洲现在疫情远远距离得到控制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全球主要铁矿石来源依然是只有澳洲 再加上呢 全球特别是欧美地区的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后 向美国将会提高提出 接近于6万亿美元的基础设置建设 欧洲也是一样 将会采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来带动就业 因此对于铁矿石的需求不仅仅 特别是在今年下半年开始 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一个方面 更多的将会来自于欧美地区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由于产量受限 加上呢 需求又这么大 因此这个市场价格 对于铁矿石来说 很难能够长期打压下去 这是第一点原因 第二点原因 自然就离不开金融市场的炒作了 我们知道呢 国际铁矿石价格一直以来呢 都是 它是以期货价格来成交 因此呢 这个国际期货价格 对于铁矿石的期货价格 其背后的主导 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 不仅仅是来自于投行 更多的是来自于短期的炒家 或者说呢 叫做投机分子 一旦这个资金加上杠杆之后 达到数十 甚至于上百亿美元之后 那么靠中国一个国家的力量 很难把它长期打压下去 所以说呢 国际铁矿石价格 在今年下半年预计 依然没有办法回到疫情之前 而且从长期来看的话呢 越来越多的国家之后 逐步控制住疫情之后 都会采用大规模的基建项目 基建措施来刺激经济 拉动就业 这样一来 他们都需要基础原材料 包括铜铁煤油 因此 大宗商品 我个人判断 在未来的12个月 到24个月时间里面 将会长期保持强劲走势 再来说一下第二话题 就是有关墨尔本皇冠赌场 我们都知道呢 从今年年初开始呢 皇冠集团在澳大利亚 就非常的不顺 先是呢 悉尼那边呢 原本是六星级酒店 将要开业 结果临时被吊销了赌场牌照 结果到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个大饭店 只能吃饭 或者是呢 这个是当做旅店使用 但是最赚钱的一块 也就是赌场项目 辞职开不了 之后又被皇家委员会调查 现在连墨尔本总部 都遭到了这个 赌博委员会的调查 现在呢 这个澳洲的赌博委员会 觉得皇冠赌场 违反了多项经历 包括这个 在赌场内放高利贷啊 或者说是让一些 原本没有收入的人 来借钱赌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事情 导致他现在呢 这个是蒙受了巨大的 不论是经济上也好 还是社会压力上也好 都是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这个赌场的日子 是不是快要到头了 是不是以后就开不下去了 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知道 先不说悉尼 皇冠赌场是墨尔本 目前为止 单一雇佣人数最多的企业 没有之一 他一个墨尔本的皇冠赌场 一共雇佣前前后后 差不多有两万名全职 和兼职员工 光是从就业和他每年上交的税收来看 不论是回州 还是墨尔本 还是联邦 都不可能让他倒闭 那么既然不让他倒闭 为什么现在要找他那么多茬呢 其实背后的原因就是呢 现在啊 不论是澳洲的联邦 还是州政府 还是墨尔本市政府 都想呢 改变其股东结构 换句话说 就是想把现在最大的股东 小派客给挤出去 所以我们知道呢 意思就是政府现在非常不待见你啊 悉尼也不让你开 墨尔本也要搞你 那怎么办呢 你就赶快把它卖掉 走人换人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知道呢 现在这个墨尔本皇冠赌场 是收到了两家公司的这个收购邀约 一个是美国最大的贝莱德 也就是我们说的黑石集团的收购 第二也是来自于悉尼另一家赌场 叫做呢 不夜天 不是不夜天 是叫做Star 也就是新港城 他的收购邀约 这两家不论是哪一家 一旦最后成功收购之后 有很大的可能 他们会立刻获得悉尼的赌场拍照 同时 墨尔本这边原本的调查 最终我个人认为 最多也就是以罚款了事 董事长总经理股东换人 但是赌场召开 生意照做 税收 关键是税收和雇佣 还要照常进行 所以 我个人觉得在疫情之后 特别是在墨尔本皇冠赌场的核心股东换人之后 他未来的前景 还是非常乐观的 尤其是他在悉尼即将新开业的六星级赌场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